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些大家要知道 你说我不信中医 我不要推拿 我不要按摩 我不要什么 那是你自己太执着了 我只相信西医 西医是只治4%的病 因为今天的2013年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了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宇宙中40%物质的 96%是由暗物质 暗能量组成的隐态世界 隐态世界里古代师父们告诉我们有什么 叫精气神三宝 就是你体内有精华 这个精不是西方说的精子 中国文化的精神面貌 精神很好 这个人精神很好 那这个精神 精是精华物质 那么我们的五脏都有精 精木水火土 在五脏里面 心肝脾肾肺里面 五脏是个气 是个工具 就像一个咖啡杯 一个茶水杯 一个白水杯 你这有这么五个气 五个杯子 放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放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那这五个杯子里面 装的是绿色的能量 是属木的能量 然后白色的能量是属金的能量 在肺 绿色的在肝 红色的能量储存在心脏 心脏是个气 然后肾脏是装紫黑色的能量 是属于水的 心脏属火的 那么还有一个脾胃 它是一个黄色的脏气 装黄色能量 它属土的 所以说五脏的颜色 鲜亮的 透明的 那就是最健康的 那么再就是五脏的颜色要红 它就纯红 没有黑色在里面 这个是属于阳性的 如果是红 但是里面有黑气 或者有白气 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杂色在里面 这个叫染污了 染污了以后 它就是什么 它这个就是阴的 就是阴 阳 真 三种状态 那么我们不修炼的人 或者不接受这种系统调整 不是一个方法的调整 而是要系统调整 你不接受这种系统调整 最后就导致你的五脏里面的阴欲解 然后就生病 处于阳性的 它就不怎么生病 因为五脏是一个自动循环器 如果达到真光的水平 那你就把五脏都化成光了 那就空了 就无影皆空了 那就根本你想生病都生不起来 所以我们在中医的方法 可以帮助阴转阳 但是中医的方法不能是阳转真 所以只有通过修炼的方法 用其光 富贵启明 用自己的真光 这个宝月轮的真光 回去照见五隐皆空 照五脏六腑 心肝脾身肺 把它照亮的 照亮以后照空它 因为当它处于透明色的时候 它就是空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想生病都生不起来 只有变成纯光 然后业力才完全消尽 老师那业力消尽以后再怎么办 业力消尽之后再怎么办 再给你放点业力进去 为什么 你这一辈子的消了 上一辈子的又来了 上一辈子的消了 上上一辈子的又来了 你只不过是个气 你咖啡喝完了 杯子放那 人家看你没喝够 再给你来一杯 是不是 再喝了再来一杯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停的 所以你记住 人生为什么要保养 太重要了 那你这个杯子没了 还能喝咖啡吗 所以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道气 古代说我们的肉体是个再道之气 为什么佛陀特别重视 就是人生难得 所以不允许自杀了 不允许伤害自己的身体了 身体法复受制父母 没有父母的命 你都不可以去动它 所以哪里还可以结束生命 因为这个生命不归你 这是父母给你的 这是天地给你 你没有权利去接受自己的生命 所以这就是什么 古代重视这个道气不要丢 这个人生不可以丢 这样的重视 上到这个高度上去重视 肉体是个气 你不能坏掉 干什么用的 清阴消夜用的 不停地把自己的阴 阴就是你的业力 就是业障 在你这些阴来自几个方面 一个是你今生的肉体携带的DNA 这个来自你今生的父亲跟母亲 以及父母的父母 因为我们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的身体里面 只有两种基因 一种是父的基因 一种是母的基因 各占50% 所以在父亲的基因链中 母亲的基因链中 有给你生命力的东西 也有携带着黑子 也就是过去式 这个不是过去式 今生你的父母 还有你的九族 他们积累的业力 都沉淀在DNA中 所以被传代传代传到你身上来的 这是父债子还 大道理的根本原因 就是爷爷没还得债到父亲 父亲没还得债到你这儿来的 昨天有一位朋友特意从槟城赶过来 专程飞过来就请教什么事呢 就是他现在奶奶是有十几年了 躺在病床上瘫痪了 那之前他二姑就照顾奶奶 结果二姑前不久死了 死之前告诉他大姑 说我不能照顾妈了 你要照顾 所以有一只大手拉着我 要把我拽下去 有个人要把我拽下去 然后我看是不行了 从发病到死三天时间 二姑 所以二姑去世之后 爸爸也中风了 现在他照顾的大姑跟小姑身体 也开始不行了 他着急了 着急了以后 他爸爸中风之后 自己开始生意也不行了 健康也不行 家庭也开始乱了 他就着急了 也没招 他试了很多招也没招 来求教 当时基隆坡的工作人员指导他把祖坟 他爷爷的坟拍了 结果爷爷爷的坟 他这个照片拿来我一看 这个坟从这个墓碑往上要起楦高起来 结果他前面高后面楦低下去了 他不是这样起楦高起来再慢慢平缓下去 他是前面高后面这样直接下去了 并且爷爷爷的坟的右边跟左边不平衡 左边高 右边低 尤其在二女子 右边是老大 老二 老三 他二姑的那个相当于二姑全息的位置就更低 把他也带下去了 所以这个是来自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 家族业力 家族业力 有的人说 我爷爷没干什么坏事 我爸也没干什么坏事 我也没干什么坏事 我说你跟这个根本没关系 又是家族业力 是隔代影响 是爷爷那代影响你 爸爸这一代被影响 那是你太爷 就是爸爸的爷爷 这个叫隔代影响 业力的释放 隔代影响 隔代影响 当影响到这一代 他受不了了 没人成了 就到后面的他的儿孙去承受 我们之前也有个学员也是这样的 他爸爸在的时候 他还挺顺利的 结果爸爸一过世以后自己整个 事业也不行了 财运也不行了 什么都不行了 他也是不明白 实际上爸爸在的时候谁扛啊 爸爸扛 爸爸不在了 祖宗的业力全部都到他这个身上去了 这是负债子皇的 很多案例 我接触的太多了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是什么 它的科学性 不是你说我不信 你不信 那你这个问题出了以后是什么问题 你又找不到这些问题 所以要不命因果 要去找 所以我们师父他当时要做传代 这个真正要培养一个弟子的时候 他一定会教你一补星象山五大类技术 一是给人治病 刚才我们在讲的都是治病 但是这个病有什么引起的呢 你只是认为五脏引起的病吗 没有 你五脏的细胞是由你的DNA决定的 细胞不健康 生出的脏腑不是不健康吗 那反之生成的脏腑不健康就是细胞不健康 细胞是怎么生起来的 细胞是DNA密码叫基因生成的 所以从不好的基因生出的是不好的细胞 不好的细胞产生病变的脏腑 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 所以你的病是这样生起来的 所以要治病去治什么 去治根 治根在哪里?治基因 治基因里的病 治病去治根 治病去治病去治根